歡迎收看電玩宅宅配偶視主持人比喻 在玩解謎遊戲的時候 最大的成就感就是破解劇情當中的謎團 找到事件的真相 小聲甜你有聽到什麼聲音嗎 是一暗追聲的最新線索嗎 騰訊旗下的 NES Studio 最近真的是火力全開 連接推出不少好作品 像是去年推出的《幽靈怪談》 而在三月底在 Steam 上架的《一暗追聲》 靠著獨特的遊戲類型 除了銷售成績不錯之外 也獲得4000多個極度好評 真的是不簡單啊 在《一暗追聲》當中 玩家將扮演一位生探 透過聆聽案發現場的聲音 像是嫌疑人的自白或是談話 從這些聲音當中 判斷誰是犯罪者 漂亮的找出事件的真相 遊戲的設定相當細膩 除了必須仔細聆聽聲音之外 也要動腦把聲音的前後關係建立起來 判斷哪些是真話 哪些可能是推脫之詞 才能從謎團中找出關鍵線索 就像柯南說的 真相只有一個 你能夠找出來嗎 雖然目前遊戲的案件不多 對於重度推理謎來說 可能稍顯簡單 但是作為一款以聲音的解謎遊戲來說 就算是一般玩家也可以很快速的上手 喜歡解謎的你 可以買來試試自己的聽力喔 你已經可以買來試試試看 你只要試試看 就算是一個 你不是故意的嗎 你不是故意的嗎 我不是故意的嗎 你不是故意的嗎